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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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我問了, 這些是甚麼? 黃叔, 我們不知道嗎? 明天送進皇宮了 這些就是姑爺從江南帶回來的 江南土產的美食 當禮物是送進皇宮的 送進皇宮?為甚麼? 你真不知道, 皇叔 每年都要五折都送的 皇宮裡面甚麼都有 那還用不著我們老爺送去? 皇叔, 你太老實了 皇帝就甚麼都有 但是皇宮裡面那麼多人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皇帝嗎? 老爺逢年過節 都送人情給太監 這些就叫做官之道 這樣吧 師弟 你又幹甚麼? 沒有, 我想弄個暗器 來殺一個九皇帝 不是吧 你就算要殺 也要求準機會 為甚麼會這麼衝動呢? 要我等...等到甚麼時候呢? 我何嘗不是這麼想的 不過機會還沒到 就只能前功盡廢 還是不要說了 我有點累, 我先休息 師兄, 你又沒有找九皇帝的消息 為甚麼會這麼累呢? 巫生要在端午節做人情 明天就送十八江江南土產入宮 我幫忙做一份 你想辦法不累嗎? 那些江大得連人都裝得下 我幫忙做一份 我去睡了 師兄 我去睡了 江南土產送入宮 好, 我就趁這次機會 殺這個九皇帝 兩邊都封了, 不能開的 這幅度沒那麼高啊 是 不不不不不不你 好, 我們有件事情 是不是 禁止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狗皇帝住在哪儿呢 皇上的修情如何 当然好 否则剩一个人今晚会有功半价 那你快点吧 皇上待会会责怪我们的 快点 静贵人, 皇上有召 你们进来吧 是 静贵人准备好就请通知奴才了 行了 静贵人, 怒猜告退 静贵人怒猜告退 静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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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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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贵人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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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世辱, 上次老道愛適量才放你這條生路 想不到你還這麼不識趣 你老道, 上次我已經給你機會改過自鎮 你還執迷不悟 還跟九皇帝狼狽為奸 你欺仙滅祖, 認賊作父 我為了少林的血海深仇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皇上, 不如回宮休息吧 不用了, 我想留在這裡 我已經是英俊冠軍 我已經被捕掉了 我還玩了 我還會想到 myself 不是, 在這裡 進去 相信我 我還會想到我 我還很想到他 好事, 真是好事 一個練武兩才就敢如此收場 皇上的傷勢, 只要多點休息 很快就會復原的了 復望皇上保重龍體, 微臣告退 貧道舊家來遲, 令皇上受驚, 該死 幸好道長都能夠急時趕到 如果靠那幫飯桶 方世玉用不可當 當教沒有誰是對手 可惜強忠自有強忠手 他終於死在道長的手上 方世玉的確是一個武學奇才 可惜他沒有好好利用 真是浪費良才 不錯, 真是浪費了他 看來皇上對方世玉這個逆賊 可謂逆愛逆恨 朕愛的那個才幹 但是他雖然死了 也難洩朕的心頭之痕 不知道皇上想怎麼處置呢 將他的屍體掛在城門示眾 以警效益 遵旨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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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 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真是很可憐 死了還要守這種苦 別這麼說話, 被人聽到不行了 是呀, 你別這麼說話 你說皇上怎麼會這麼做呢 我明明是想把同黨印出來 走開… 走開… 師弟… 為甚麼你做大事不找我 為甚麼你自己一個去拼命 你是不是嫌我沒用 你…我還有用 我還有用 我從來拼命 讓我拳打九皇帝 腳踢五周鬼 少林勞安權 請跟蹤堂他 誰救我打得正, 誰救我踢得敬 師弟, 為甚麼你不等我? 為甚麼你不等我? 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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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 我來救你 師弟, 我來救你 榮祖父 榮祖父 甚麼事? 古威奇, 他還沒死? 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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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胡惠傑, 你把你的同黨拘捕出來 為甚麼不出聲 你不咬 蕭林寺的子弟不要這麼軟死 究竟是誰放你走的 是不是小林寺那些業種 說出來是不是會嚇倒你 你還這麼厚?我一定有辦法要你說的 想用下三流的嚴刑逼供 我能夠死過翻山, 我終於怕你 除非你親手殺了我 要不然龍頭大哥一定會回來救我的 可是你殺了我, 龍頭大哥也不會放過你 還在這裡亂說 對你的狗官亂說又怎麼樣 如果你識趣的話, 好好待我 榮休之前還可以升到幾級 不然你休想安享萬年 你這麼說, 是朝廷有人包庇你? 是誰 你以為我會說出來嗎 我說出來之後, 讓你一網打盡 那以後誰還幫我力力小林寺報仇 加派人手看著他 沒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近他 是 朕明明見過胡慧琴的人頭 為甚麼會死而復生 所以我相信他沒亂說 這件事一定有人從中作弊 不然他怎麼會公然道師膽大包天 如果沒有人在背後包庇他 他怎麼會這樣做呢 看你朝廷內會有他的同黨 不過他很口硬 我們不斷用刑也問不到甚麼 用硬工有時候不是辦法 要用阿繼的 這件事全權由你負責 朕一定要查出 在朝廷內誰這麼大膽包庇亂黨 走 李大哥, 先吃飯吧 又是你 人人見親我也打了 只有你經常拿東西給我吃 其實大家都是漢人 又怎可以見死不救 你這樣幫我連派野禍上身嗎 我靜靜來是沒人知道的 其實我做你一份測試都是身不由己的 想不到還有人在朝廷做事 可以說出這番話 我很敬仰你的英明 只可惜我自己身份低微 無能為你放你出去 你這個好意的心靈 不過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件事 我有甚麼可以幫得到你做 我想你幫我送一封信給人 不過你萬事都要小心 你放心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命來向你保證 你糟糕了 事成之後 你就是我們大漢的民族英雄 毛大哥, 你放心 其實你和方少學才正式是真英雄 我們就算是甚麼 小心點, 你拿紙筆給我 你稍微等一等 你這樣做好嗎? 你不可以做氣子嗎? 師父, 阿冰 我這個大愁終於可以得報了 來, 請 敖身和高俊仲圖謀造反 口說無憑 當然不可以盡信陣犯片面之言 可是我派人去查過 胡慧磊真是一段時間 在澳府出任 可是敖身和他有血海深仇 怎麼會合謀呢 據奴才推測 仇怨可能是一個騙局 引開別人的注意 可見奧身這個人 居心難測 還有, 奧身偏偏要在方世玉 入宮的時候而難爬 高俊仲呢? 高俊仲是朕最信任的人 皇上, 最好的朋友 可能就是最危險的敵人 皇上你當他是親信 他就利用這個弱點 瞞騙皇上你胡慧磊的死信 還利用假人頭來欺騙皇上 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如果他不是有不軌之心 就怎麼會這樣做呢 真是王朕這麼信任他 他畢竟是有漢人的血統 野心很大 他利欲分心, 如果不能夠自滯 就很容易誤入歧途 拿朕的御用寶劍 去搜查奧身符 一定要查明真相 如雨反鋼, 先斬後袖 斬 進來 老大人 甚麼事 不得了, 外面有大批官兵 說一定要進來搜查 有這種事 他們知不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老大人 我以為不足之客是誰 原來是榮統領 你們徹底搜查這房子 任何人都不可以離開 是... 慢著, 秘馬, 這裡是我府邸 你怎麼可以胡作妄為 我也是公事公辦 來搜查亂黨的證據 亂黨 你知不知道莫過我的後果會怎麼樣 你家父子不耐煩 皇上有命 徹查亂黨謀反真相 如如抵抗者, 先斬後袖 老統領, 我希望你不要太衝動 永大人, 我們在一間房裡 搜到胡慧乾和方世玉的衣物 還有毒門的暗器 為甚麼會這樣 你們胡說... 老統領, 你跟我說是沒用的 回去跟皇上解釋吧 你們這麼毒的暗器都做到了 看來他真是非要 拿朕的命不可 奴才知罪, 奴才罪該萬死 皇上, 奴才一身忠於大清 絕無觀點謀反之意 請皇上密信家如知言 那方世玉和胡慧權 住在你家裡那麼久 你又怎麼解釋 他們兩個潛覆在我家裡 我真是毫不知情的 身為大內侍衛統領 連兩個死敵 住在自己家裡那麼久都不知道 簡直不成理由 還有, 方世玉利用送節的禮賣 混入宮中 你也可以說毫不知情 就不因為太信任你 賺點死一次客的手上 把他押返反天爐, 明後發落 爭 皇上, 奴才一身為你賣命 你想家人都不信我 皇上... 馬上收封密函 讓兩港總督曾必正 要他收回高俊宗的兵權 把這個犯罪押回來 讓朕親自審訊 爭 老爺, 怎麼這麼高興呢 夫人, 我接到皇上的密旨 真的嗎?皇上有聲理官嗎 比聲官更高興 皇上要我親自捉拿高俊宗 押戒回京受審 高俊宗犯了甚麼罪? 徒謀刺殺皇上, 結黨叛變 這次他救死一生 這次真是可喜可賀 可以為玉環報仇了 高俊宗, 我也忍得連汗 這次你還死在我手上? 豈有此理, 抓我受傷的洪喜官 你抓不到你怎麼做的 弄一粗粗 稟大人, 曾大人送一張帖來 請你過府賞花, 順道敏上一些蛇羹 這隻老狐狸 甚麼時候學得這麼富容風雅呢? 大人, 他請你過府賞花 可能別有居心 他甚麼時候都要看我面子中人 躍得去哪兒 好, 我就看你耍甚麼花樣 來哄老子開心 好, 老爺, 高大人要見你 好, 快點 是 這些迴避 是 大師爺, 一會兒見機行事 我打點一齊事 老爺, 會不會士道風升的? 事關機密, 沒理由知道的 別這麼慌張 老爺, 高大人多 請 是 請 高大人, 高大人 曾大人 上面上面, 請坐, 請坐 夫人, 杯酒 是 曾大人, 沒來府上一陣子 似乎變化很大 這裡一向都沒甚麼變動 是嗎? 對了, 大人 為甚麼今天這麼好閒情日志 是有點特別意義的 是為一個行章罷官的人 慶祝一下 來, 我們先喝一杯 請 請 莫非大人有敢長江後浪推前浪 想告老還香港 我老當益狀 還大有可為, 沒這麼早 這裡只有你跟我 如果是我的, 就似乎太早了 不做了, 我們再喝一杯 時辰就剛好 周必正,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昔日宋太曹朱炎像 杯酒式兵泉 今天會歷史重演一次 方氏 你見金收我兵拳 你別去賜老賣老 我願你猛煉小氣盛 一錯再錯 人來 我願意猛煉小氣盛 你想怎麼樣 古大人... 古大人... 我奉了皇上的御節 要收回你的兵權 以壓戒回京後審 我到底犯了甚麼事 徒謀行識皇上 結黨謀法 你胡說 有甚麼話 就留待向皇上說 不過你落到皇泉之下 就不要再犯我的女兒肉圓了 申日正... 押他下去 客官, 兩位 是, 請坐 好 客官, 要甚麼茶? 綠庵吧 好 政長, 給我做幾個飯菜 好 客官, 你外地來嗎? 是 如果沒甚麼事就不要到處去 為甚麼? 因為最近的京城武太平 有人已經暗殺皇帝 不過是失敗 雖然主謀人被人抓了 但是到處都找了一些可疑的人 是甚麼人做的? 就是少林江胡惠賢 還有刺殺皇帝 不賭那個方勢 被人打死了 因為將律師怪的京城武 暴散三巡 我還是不要亂說話了 免得惹事上身 客官, 你要的東西很快就來 怎麼會呢? 不可能的 我們今天去住一晚 師弟 為甚麼? 為甚麼你這麼做? 蓬大哥 是 蓬大哥 你整天沒吃過東西 拿了飯菜給你 不用了, 吉嫂, 我不餓了 來 這是甚麼? 這是火油 今晚有件很重要的事 等著我去做 吉哥, 我和喜倌曾經說過 無論如何 我都會替你照顧吉嫂 好, 但是我怕我做不到 如果我有甚麼不測 你在天之靈 原諒我 蓬大哥, 你... 好, 你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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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了一段日子, 如果我不回來 你帶文定去我鄉下, 蓉家村 蓉大哥, 我不明白 你不會明白 其實你也不需要明白 我只是想求你這件事 蓉大哥, 你別說 我會當文定是自己的兒子, 我會照顧他 蓉嫂, 謝謝你 住手 有甚麼事, 住手 蓉喜倌, 離開 要抓就抓, 要鎖就鎖 師弟, 我現在只能替你補助 你安息 蓉喜倌 為甚麼會是他 為甚麼會是他 起來 謝皇上 他現在在哪兒 回皇上, 犯人洪喜倌以衣來收家 準備到日行刑 行刑? 是呀, 皇上 皇上說過 如有任何人等 意圖把屍首脫下, 一律處斬 帶他們來編殿, 就要親自審他 洪喜倌, 跪下 皇上, 犯人大毒 走 爭 童有情始終是莊番童有情 你本來遠在南方 為甚麼會來了北京 我要解釋 你一定要 如果你不解釋 朕就把你跟方世勇 胡惠賢一起定罪 處理密謀造反, 行色朕的罪 我今天才來到 那就是說, 在今天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 方世勇和胡惠賢的事 我根本不知道 跟他鬆綁, 走 起來 起身回話 謝皇上 朕不想再知道你為甚麼會來北京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瞞你 胡惠賢一個兒子 我本來是大概跟他父親相聚 誰知道我一日成就聽的人說 方世勇有個屍體 被你掛在城門報屍三巡 為甚麼你不來求朕呢 我知道, 如果我來求你的 你或許會把屍體交給我 不過如果我這樣做 方屍體不會死得眼閉的 但是朕曾經下過命令 任何人意圖解下屍體 都會被判死刑 我知道, 方師弟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這樣做 已經想著承擔一切後果了 身為皇帝 所說的話不能出意反意 你叫朕怎麼做 我知道 我想知道在皇上心目中 發大還是意大呢 洪某這樣做 皇上或許會覺得很傻 不過洪某覺得這樣做是很值得的 好, 朕回答你 如果我是高天賜 我很欣賞你的意 但是朕是大清皇帝 就以皇法為重了 皇上, 我想來一次交易 洪某犯了皇法, 理應處死 不過皇上要還我一個人情 一條皇帝命 只有重建少林這樣的大事 才還得清 你生伴